出现一个新的亮点,我们一起来期待 看看今天赵紫豪的这个表现 赵紫豪呢也是1997年出生 在2013年12月12日入选国家乒乓球队 他也是继许新尚昆之后的上海曹彦华 乒乓球俱乐部向国家队输送的又一位国手 我们看到赵紫豪的这个成绩啊 还是更多的是在什么全国优秀苗子选拔赛单打冠军 还没有什么就是国际比赛的一些经历 但是我想不久将来会看到这些年轻的有希望的面孔 赵紫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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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紫 就是一出场一亮相就必须得把那个劲打出来 杨瑜你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直卧球板应该怎么进入比赛的这个开局 这通常直拍选手呢因为他都是在这个发球 在进攻在前三板的技术上他比较占优势 所以他更容易在开局能够打开局面 因为对手呢比如说横拍选手 他的适应比赛的这个就投入比赛的一个一个这个整体的状态 不如直拍这么快 所以呢直拍选手呢在这个前期就第一局比如第二局 但直拍选手的长度和厚度不如横拍选手 就越打到后面的时候对方都知根知底了 什么都知道了你就那两下子 你前三板是什么球你什么落点什么发球什么节奏都适应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是拼实力的时候那就是横拍的天下 所以直拍选手要想打透打通必须要把开局打好 开局让直拍睁不开眼拔不出手满地找球 基本上直拍成功了一半 嗯 7秒 要抓住这个开局的整机 你看今天这个赵子豪基本就做到了 这徐晨昊还在恍惚当中 还没介入状态 因为横拍呢他打相持 刘伟的感受是最深的 你得上来先把这个一二三四环节都弄好 先接发球接好接上台 然后你先能够防得住 然后才到你这个相持的环节 3比8 很多人都是慢热型 就横拍选手容易他出现这种投入慢 包括以前的张一宁啊 包括王楠 包括张继科都是属于这种慢热型 但是呢 他后劲足 底劲大 3比9 所以你看这个全国锦苗赛 他的重要性 他的作用就出来了 像赵子豪这样的选手 他平时有没有机会 他哪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去参加这种 国际性的大赛 当然也有偶尔 你得轮呢 轮到最后轮到 看看轮到谁 给你一次机会 万一你又倒不了时差 你这个眼睛没扔开 飞了十多个小时到那第一场出来 谁能看出你 你的球到底有多好 你到底有什么多高的技术水平 所以全国锦苗赛就给了你这样一个发挥的舞台 给你这样平台和高手过招 在这个公开的比赛当中 能够表现自己 你看赵子豪这样 全国锦苗赛 啪 闪亮出现之后 接着 国家队比如说给一次这个公开赛的机会 接着你又抓住了 比如说你确实具备这样的水平 你能打好 然后再用你两三回 啪 开始参加这个直通的比赛 直通比赛打上去 你有参加世界锦标赛 就慢慢一步一步来 但是全国锦标赛应该说是一个起点 是一个开始 确实在这个全国比赛当中的这个锻炼 和这个培养一个运动员的这个难度系数 它是一战一战 一场一场 把握好每一场 累计成了一个好的这个结果 作为直拍打法的年轻小将赵子豪 我们第一次在这个转播当中看到这样一个新的面孔 在决赛当中第一局的表现 确实非常出色 无论是他的场上的作风 包括他的进攻的力度 在场上的技术的衔接 从第一局打的都是特别突出 当然我想这场比赛最主要的内容和最重要的环节还在后面 看看徐晨昊 徐晨昊在后面 他的这种实力的发挥 能不能压制赵子豪的这种进攻 那么下一局这个徐晨昊在这个战术的使用上面 一定要从这个赵子豪的正手位突破 那么这一局呢就打了 打了揭发球有一些保守 给这个赵子豪的这个反手位 侧身位太多了 那么一定要有反手一定要有胸辫直线 从正手突破之后 掉右压左的战术是这个右手横板打直板的一个非常奏效的一个战术 那么一定要用出来 但是第一局来看应该说这个球还没有使用 你看赵子豪这个打法 他也很全面 也很流畅 他反手直拍横打 他的反手你看 整体的一个给大家的印象 一个比较舒展 再一个动作的协调性 包括对球的一种感觉都不错 好球 我看这场球呢 这个赵子豪应该说 这个是国家二队的 那么他今天呢应该说是一身轻 从场上的这个精神面貌来讲 他就是放在一个拼对方的这个位置上 所以打的这个没有任何的心理 心理上的这个包袱 假如他有一天成了世界冠军 他还能不能打出这样的状态 这个真的是一个问号 因为人在不同的位置啊 他有不同的心理变化 漂亮 你看赵子豪这个反手的接发球 虽然是一个简单性的变直线 但是能够看出他的反应 看出他的灵活性 反手功夫很硬啊 你看 反手这个箱匙一点都不软 也没有一些 无畏失误 这个出手就有点匆忙了 没有准备好 这场球应该说徐晨昊还是非常紧张的啊 就是心里有一些紧张 那么就看赵子豪能不能够 这个从气势局势上 一直压着这个徐晨昊来打 这个一旦徐晨昊这个缓过劲了 缓过劲了之后 这个赵子豪就不太好打了 所以这个一场球的这个战机 战机一定要抓住 这个徐晨昊一直在调整自己 所以这个打比赛谁都会紧张 但是紧张的情况下 如何释放自己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而一方面喊一喊 跑一跑 跑起来 那么也可以就是这个释放自己紧张的情绪 现在徐晨昊发威了 所以这个徐晨昊醒悟的还挺早的 应该说第二局就能够逐渐的苏醒 不像第一局 整个全是赵子豪在疯狂的进攻 所以直排选手呢 一定要在 特别是在后面的比赛 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所以直排选手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技战术的使用 不要一下子全用完了 一定要有分配 留点 留点杀手锏 留点狠招 放在后面使用 前面即使很主动 比分拉得很大 也不要说 把所有的技术 全部都摆到桌面上 把自己的家当都拿出来 让别人来看 还是要有所收敛 否则 4比10 这样10比4 薛晨浩拿下第二局 双方打成了一平 我们休息一下 将继续为您带来全国锦标赛的男团决赛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在湖北黄石体育馆进行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男团的决赛上海队对解放军队 大家看到我们的字幕上是解放军一队 全国锦标赛有的队伍它是可以报两个队伍 一个是一队一个是二队 这样以便于省市队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面孔 有机会参加全国锦标赛 那么一个团体的这个比赛 主要是看一个队伍里边 有没有这种领军人物 能够独得两分 另外一个团体比赛的第三场 第三场也是非常重要 非常关键的一场球 那么这场球谁如果赢了之后就二比一领先 那么你比如说这个八一队的徐晨浩赢了 可能对这个樊振东 从这个心理上来讲就有一定的这个优势 就是逼着是个许心就必须得拿两分 所以这个 这个比赛不是想象出来的 而是一分一分的累计出来的 前两局的比赛呢 我们看到分别是赵子豪第一局 第二局呢是徐晨浩轻松的取胜 所以看看从第三局开始 这两个年轻选手 谁在比赛当中更能够动脑筋 更能够发挥自己的技战术 但是杨云你看现在第一局呢 这个徐晨浩从气势上来讲 被赵子豪压着对吧 通过第二局的这个比赛 慢慢的适应了比赛气氛 也逐渐的进入到 这个比赛的这个状态当中 那么目前来讲呢 他的精气神是起来了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他的这个气血还没有控制的 还没有控制到特别的稳定 这个气还在往上走 并且呢有点这个失控的这种状态 刚才这个在广告的时候 我跟刘伟也在 也在讨论这场比赛 刘伟说呢这场比赛可能 徐晨浩作为横拍选手啊 从比赛的常规的一个 以往发生容易发生的情况 就是横拍选手在打通打开之后 用实力在场上呢 多半是可以赢下跟直板的比赛 从我这角度呢 我对赵子豪呢就是抱有一定的信心 我认为赵子豪 直板能赢 能够 他能够赢张继克 说明他的整个这个 他的这个 人的状态 应该说到了一个高度 能够赢张继克 再一个呢 我想作为赵子豪来讲呢 打这个 打这个决赛啊 不会让我们大家这么失望 应该说成为直拍的代表 应该不会这么不堪一击 因为我感觉他整个人 在场上的这种状态啊 就是说认为他还不是说 特别的那种单薄 还是有一定的实力 包括他的直板 直板横打 他的相持 还有他的正手 都还不错 没有说哪一项技术 特别的突出 但是他的衔接 速度 连贯性 赵子豪这几个冲发 打得非常聪明 我们看徐晨浩 目前来讲 又忘了一个点 突破对方正手的 这个胸辩 胸辩正手 掉右压左的这个战术 这个战术打得一单一了之后 这个对横板来讲 不是一件好事 我记得徐晨浩呢 他打过一场比赛 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是第一次见这个徐晨浩 但是也把一队非常培养 那么在日本公开赛 我记得是前年吧 应该是 他进了决赛 他和日本的一个销球队 炎野真人 这个销球叫炎野真人 那当时我们还是觉得 徐晨浩这个球应该说有一拼 没想到就是说 徐晨浩那场比赛就是 基本上是 根本没得闹就输了 就输了 所以就是说横排选手呢 往往他的就是说变化 他在场上的一些随机的东西 包括对萧雪啊 另类打法的一种理解 还是显得质认 确实刚才我说了 他对这个气血的这个控制 还达不到自如 所以他现在呢 这个应该说 如果控制不了自己的气血 那么他出手的这个力度 也不能得心应手 这个收放自如 在这个力量的使用上面 现在大家都知道 第三场的这个重要性 上海蓝队呢 是传统强队 出国很多很多的老前辈 包括我们 前国际拼联主席徐英生 中国拼联主席徐英生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李富荣 还有前中国乒乓球队领队姚振旭 李振士 豪彦华 张谢霖 张谢霖 张志老 今天好像我看到张志老 在画面上 也在现场 也在现场 包括王立琴 就是出过很多 还有尼夏 不是尼夏连 尼夏连对 也是世界冠军 后来去了卢森堡 还有这个张德英 对 这个 福奇娟 沈建平 这些都是上海队的 对 太多了 这个世界冠军 所以我们也希望 小将赵子豪 能够成为下一个 上海籍的世界冠军 你看啊 就原来王浩直排亨打 打得很好 全国打乒乓球的人 铺天盖地的学王浩 没几个学的像 因为都是王浩 他不是每个人 都适合于这种 直排亨打打 但今天的赵子豪 我们看到 他不光有王浩身上的 一些特点 他也有自身的 一些风格 但是能不能成才 这里面真的需要天时 地利 人和 还有机遇 运气 包括如何能够 把握住这个机遇 都很重要 总之我们看到直排选手 还是觉得 眼前一亮 因为毕竟现在 是横拍的时代 直排呢 是物以稀为贵 所以我们希望 能看到 更多的 这个打法 出现在 我们的电视转播当中 你不光是横拍选手 其实横拍选手 他这个比赛 他就是以相持为主 当然这里面 也有发球 前三晚的斗志 但是你看 销球啊 包括长焦啊 我们现在都很少 看到有长焦 但是业余比赛 业余球迷当中 铺天盖地都打长焦 为什么 因为长焦 感觉很怪 那是业余水平 可是你打专业 没几个人 去选择打长焦 长焦 它是有固定规律的 嗯 漂亮 哎呀 你看这个球 8比9 这一局有着一个球 我觉得 这个整个战术 又打火了 打开了 你看 大家从画面上看到 是一个简单的变直线 但是这个球 关系到整场 关系到前面的球 和后面双方运动员的发挥 所以赵紫豪需要对正守卫 要严防死守 要盯住对方 随时偷袭他的正守卫 这个战略战术 有一些战术 是必须得用出来的 它属于是一个布局 这个棋子 这个棋子那个地方 必须要有一个子 它才能 起到一个全局 牵制对方的一个作用 11比8 这样 习城浩拿下第三局 2比1 习城浩呢 是2比1领先 我们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这场 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男子团体决赛 赵紫豪继续比赛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来看这场 男团的决赛 双方在前两盘打成一平 第三盘是由小将赵紫豪 对八一的小将徐城浩 看看谁能够 拿到第三盘的胜利 这个冠军的天平呢 就倾向于这方 一比 刘伟 你觉得现在作为直拍选手 比如赵紫豪这块 他需要做哪些改变 你看这个徐城浩 现在他在落点上是有变化的 他是 一个是兄辨 对方的这个正手 一比 正手这个点 另外一个 徐城浩反手给赵紫豪中间的这个球 赵紫豪 赵紫豪一定不能保守 必须要侧身 但是现在呢 赵紫豪对于中间位的这个球的这个处理 就是老是用反手 他又发不上力反手 就是老在这招架 所以这个刚才就是那种反手拧直线这种球 他属于是一个还需要很好的一个胆量 要敢于在战略上敢变 一比二 徐城浩你看现在他的路数已经打出来了 稳住你的反手 胸辩你胸辩你的这个正手 你看全给了清脱 清脱并且你看刚才又是在中间位上 中间位完了那个赵紫豪还想用反手来打 你胸辩完直线一定跟进正手的这个筷带 正手的反冲 二比二 运气 三点 所以现在在这个徐城浩把自己的路数打出来的这个情况下 赵紫豪一定要有搏杀 一定要就是 漂亮穿了个直线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赵紫豪啊 他这种在进台的进攻速度 你像这种球你得分有什么用啊 你基本都是属于被动 就是说退到远台之后再得分 一看这个势头就不对 你没有在进台 没有把速度 把变化弱点打出来 像第一局的时候就有这样子 现在好像总是在在在推跟对方在拼中台 这肯定作为直派选手是绝对不占优势的 你看现在就是徐城浩的心太定 心太定了 所以说赵紫豪一定要通过他的搏杀把徐城浩的心给打乱 之后他才有这种机会 如果说就这样进行下去的话 就是我觉得就是三比一的球了 5比3 6比3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这个徐城浩 作为国家队的一名队员 并没有说像第一局那样 一直这个球稳等待胜利的那种心态 慢慢的从第二局 他开始把自己的这个状态 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不行了 现在赵紫豪不行了 挺不住了 这个四面 受攻 所以就要求变 全面被动 开始全面的全台进行防守 他以前是穷则四变 在这个乒乓球 这个这项比赛当中 一定要输则四变 变当中 找到这个出路 像直拍对横拍的比赛 横拍往往采取的是 以不变 硬万变 就是说 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跟直拍打 就跟你拼实力 打相持 你打不过我 因为抓拍的关系 直拍呢 不可能在相持球当中 能够占有优势 你像赵紫豪呢 他直拍横打 他还是 功夫肯定还达不到 王浩那种 王浩那种直拍横打 任何一个横拍 跟他对反手 都觉得 被动 都觉得不占优势 所以说到底 还是功夫没到 王浩最有发言权了 给西生浩做场外 这个赵紫豪跟王浩 是同一打法 是他的小师弟 但是这个没有可比性 从实力到前三板 到这个衔接技术 还差得很远 现在作为徐晨浩来讲 就不要太保守 不要等待胜利 合理的使用这个技战术 还是就是慢节奏的 给反手 胸便直线 就是不要从自身 这个上面 由于自己保守 出现错误 5比10 这样学生浩 7比5 3比1 拿下了这场比赛 为解放军队 在第三盘 获得了胜利 现在2比1 领先于上海 这个胜利 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 重要的是这个第四场 杨颖 我觉得这两个人 都属于是一等一的 保守了 他们两个人 今天应该说是 这个王者之战 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 谁的这种担当精神 应该说 这个是这场比赛的 一个焦点 在前面比赛当中 樊振东 樊振东曾经就是 最近对许欣的 这个战绩 并不是很好 也就是许欣 在最近的这个战绩当中 赢得比较多一些 但是这个比赛 并不是说 在打这个赛前 以前曾经谁赢过 而是今天的这个比赛 谁能把握住 这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那么今天的胜利 就属于谁 之前的一些大的比赛 两人之间的交手 许欣的赢得稍微多一些 但是樊振东 也不是说没有胜率 刚刚结束的亚运会 大家可能也看了 那场比赛打完之后 许欣也非常的激动 因为确实 樊振东 现在她的实力 包括她的技术水平 大家已经看到 她世界排名第二位 她不惧怕 任何一位世界高手 但是就像刘伟 之前也跟我交流过 就是说在第三盘的单打 非常重要 第三盘现在解放军队 拿到了胜利 所以也给 可以说给樊振东 就是减压了 卸包袱了 对 是吧 但是如果说上海队 如果2比1领先 那许欣现在的 拼劲和干劲 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乒乓球比赛 没有一场比赛是一样的 不可复制 现在许欣呢 要从长记忆 因为这个压力啊 他是一个 在1比2落后的情况下 那他要输了 整个团队在决赛当中 就失去了冠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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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